20号 伊朗海军称伊朗海军迫使一艘悄悄潜入波斯湾 接近伊朗领海的美军潜艇浮出水面 但是没有说明这起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 而美方否认了这一说法 20号 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 告诉伊朗国家电视台 美军核潜艇佛罗里达号 原本打算从水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 但伊朗海军征服者及潜艇在巡逻中探极后采取行动 迫使对方浮出水面 伊拉尼表示 当时美军潜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伊朗领海 被警告后更正航向 伊朗方面将向国际组织反映美军侵犯伊朗领海一事 伊拉尼强调 美军应该解释为什么他们违反了国际航行规定 当天晚些时候 美方否认了伊朗方面的说法 称伊朗散布假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海军本月早些时候 证实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可携带154枚 战斧巡航导弹的佛罗里达号核潜艇 以支持第五舰队的军事活动 伊朗和美国军队在海湾有过数次对峙 今年4月初 伊朗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识别并逼退一架美军侦察机 罗图